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再回到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的羽毛球项目的决赛赛场 您看到的是今天晚间的第二个项目的决赛 是男子双打的决赛 由两队中华台北选手来展开较量 那么是陈宏林和吕嘉宾来对上蔡嘉欣和吕胜木 陈宏林都很好认 大家都知道他是眼镜侠 就是我们看到戴着眼镜的这位 在赛场之上特别高水平的赛场上 戴着这种框边眼镜来打比赛的确实并不是很多 所以陈宏林是比较好分辨的 他的搭档是相对年轻的吕嘉宾 而另外一队是蔡嘉欣和老将的吕胜木 但实际蔡嘉欣比李胜木还要大 不过李胜木和方建民比较有名 李胜木和方建民也是中华台北非常著名的一队男子双打的选手 但是方建民目前已经是退役了 这时候呢 画面上也介绍一下四位的选手 大家看到身材相对比较高大一点的 就是这个1990年出生的 90年出生的吕嘉宾 这位呢 就是李胜木 李胜木是86年的 而他的搭档啊 也是新搭档 这个蔡嘉欣啊 是82年的老将 只不过呢 是把他们组合到一块 而且蔡嘉欣和李胜木呢 目前排在了世界第十 还比较高的一个排位 而陈宏林和吕嘉宾呢 是世界的34位 现在双打啊 世界排名第一 还是高成炫和李龙大 那么第二呢 已经是阿珊和赛迪亚万了 看起来中华台北呢 还是保持了在 特别男子双打项目当中 男子双打项目当中啊 有一定的 作为吧 有一定的实力 这次呢 两队会师 这个在大型的 综合性运动会啊 中华台北的两队 会师决赛 也并不是很多件 对 在大型的比赛当中 两队选手能够会师决赛 确实 不是很多件 而且 两队的实力 可以在 这次的东亚运动会当中呢 可以体现出来 应该是 能够进入决赛啊 最起码他们两队选手呢 也是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是 呃 那么看到 这样的一个对阵形势 很多观众呢 可能会 会想到啊 中国选手 男双方面呢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呃 可能有些观众呢 还不是特别了解 实际呢 红伟 沈业 包括 刘晓龙 邱子汉 也打了 只不过呢 先后退赛 都是没有能够 进军到下一轮 所以这个项目当中呢 是没有看到 我们中国 东道主选手呢 进军到决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赛的情况 首先呢 由蔡嘉欣 李生木这边来发球 陈红林 接发 这个 这个吕嘉宾的身高 看起来挺高的 站在后排 不断的下压 嗯 抢的很快 现在男双啊 其实 发球的一方呢 感觉 特紧张 好 我们看看 没有了 李生木啊 果然是一名老将 那么他在往前方面呢 确实 也有他自己独套的一面 嗯 刚才几个连拍的一个下压 还是带有一定的假动作的性质 三笔 现在看起来相对年轻的 李嘉宾 场上的这个失误多一点 对 而且 而且李嘉宾这名选手 那么高大 那么他站在往前 他移动的这种速度 还是比较慢 哎 但是我们看到 他不断的往前来 进行这个 封网 但实际效果呢 并不是很理想 因为他确实往前的这种 灵敏性啊 还是不够 嗯 节奏还是很快的 啊 男子双打呢 和女子双打 这也是形成鲜明的反差 陈文林挑起来 防住 嗯 直接杀这个集合部 从刚刚开局的情况来看呢 世界排名 还是比较 靠谱的 嗯 只有林丹这个世界排名 不太靠谱 李生木搭配 两位老将 搭配这个啊 蔡嘉欣 还是很有经验 哎 这个是 还是蟹万是吧 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镜头呢 给的应该是在好球 嗯 节奏非常的快 快抽快打当中啊 三比八 没了 哎 还算是防起来了啊 网口上 但他这个身材比较高大 在往前也有一个优势啊 确实整个呢 像一堵墙 如果被他抓住的话 你就很难再翻身了 压 再打 有了 哎呀 陈锋林啊 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长时间没干活了 突然往前 给你一个机会 还打丢了 这个球来的也是比较突然 嗯 好球 事实上 以前呢 陈锋林 大家呢 经常谈到的 也是配另外一个选手啊 林又朗 也是 改变了一些配队 而且 两位老将 陈锋林和李胜木 两名选手呢 出现在国际大赛当中 他们在男子双打这一块呢 还是比较少的 嗯 基本上呢 是以混双的形式出现 对 确实这样的 你就包括我们谈 谈到的 这个眼镜侠啊 陈锋林 他打混双呢 和 陈锋林 和陈锋林一块搭档呢 也获得过不错的成绩 大家看到 准备 发球的 就是 蔡佳心 失误还是比较多 对 李嘉宾 感觉这个啊 一老带心啊 这队呢 还是显得 不是那么默契吧 又出界了 蔡佳心啊 在往前的这种意识很强 不断的往前压 借外 这样的分叉拉乱还是比较大的 嗯 这球 李嘉宾还是没能把这球给补上这个位 对 哎 对 在两个人的配合方面 还是欠缺一些 陈锋林和李嘉宾 嗯 还是没有打死 再来 又歪了 房子非常的漂亮 但是你看 这个身材比较高大的 李嘉宾啊 他这个 下压也好啊 进攻也好 还是显得这个威力啊 不是那么足够 所以一直呢 打不死 总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就是没有一个特点 能拿得出手的一个杀丑剑 这又是一个主动的失误 对 这个大个呢 没有在场上啊 体现出 大个应有的那种作用 哈哈 总看李嘉宾是弯着腰 再往前啊 平手快打 这种下手球 对于李嘉宾这么高大的选手来说呢 确实是一个 特别薄弱的一个环节 然后发球 还出现失误 比分太大了 来 再扣 危险咯 好的 攻防的轮换 哎呀 这个 这个位置 没能补上 我看着这个 陈红林 和这个 吕嘉宾 这一队呢 挺有意思的 是这个身材 比较高大的吕嘉宾啊 满场 在忙活啊 好球 相对 身高没那么高的 陈红林啊 倒是 移动的比较少 机会抓得非常好 这样呢 第一局比赛 非常快 21比8 就打完了 啊 这样看起来 似乎 不在同一个档次 不知道这个 陈红林和啊 吕嘉宾呢 还有没有反击的能力 应该说 从第一局的比赛来看 陈红林和吕嘉宾 那么两个人 第一点是失误比较多 第二点呢 是两个人的配合 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而且在空位的一个补位当中 也是有一定的漏洞 而相反呢 蔡嘉宾和李胜木 两个名选手呢 也是应该说是 他们的配合 来说是比较默契 尤其是蔡嘉宾 他在往前的 前半场的一种控制 给李胜木呢 在后场 帮了不少忙 这个2013年的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大家呢 可能都 很多球迷观众都看了 甚至呢 是到现场去看的 这个蔡嘉宾和李胜木呢 正式淘汰了谁呢 淘汰了这个 高承炫和李龙大 大家可以想象 他们的实力啊 但是确实有 一定的实力 把现在世界第一的 韩国的 很好的组合 给淘汰了 首先是蔡嘉宾这名选手 很年轻 很年轻 而且呢 他的一个防守 非常的好 而且他一个进攻 也是很突出 所以呢 这名选手呢 搭上 李胜木 李胜木呢 这名选手呢 他在前半场的一种控制能力 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呢 两个人 搭配在一起 他的一种威力啊 就很容易体现出来 嗯 哎呦 这两把拍子 撞拍了 嗯 所以这种撞拍呢 也是说明了一点 就两个人的配合 还是欠缺 哇 这球 出界非常多 然后大家看到的 蔡嘉宾 李胜木呢 呃 淘汰完这个 高承轩 李龙大啊 又被阿山和赛德亚万 淘汰了 不过也打得很激烈 哦 看一下蔡嘉欣的这种进攻 确实非常的强 可以看到 在羽毛球的比赛赛场 我们的观众呢 还是很多的 呃 今天晚上呢 还有体操项目的决赛 啊 包括 呃 南蓝的半决赛 中国对韩国 另外呢 游泳项目的决赛也在进行 好的 球 这球打得很边 这个是在陈宏林 吕嘉欣 不断追分的情况下啊 这分很关键 把局面稳定住 好的 哎 好球 好球 啊 防守也好 哎 可惜了 这球突然之间是来到了蔡嘉欣的一个正守卫 这种情况下呢 他还是选择了放往前 收了一下力 嗯 很可惜 这球没过 陈宏林 好球 好球 这球落点非常贼 直接反拍啊 挑到了后场边线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两位选手的配合啊 有点越来越默契啊 有一点互相的这个 补啊 看起来 没有第一局比赛啊 那么大差距 嗯 应该第一局比赛 不是真实实力的反应 好球 攻 哎呦 给运气球 滚网啊 作为90后啊 吕嘉宾呢 还是很积极在场上 哎呦 房子不错 哎呦 可以看到 李生木 蔡嘉欣 连续进攻的 这种衔接啊 还是做的不错 对 他可以连续的来 保持压力啊 不让你翻翻过来 是比第一局啊 要好太多了 感觉场上的更加的自如 而不是像第一局那样的 很慌乱 哎呦 哎呦 好球啊 好的 这个球防得很漂亮 刚刚的几板的防守啊 吕嘉宾 那么大的个头 埋在下面 连防了对方几次的这个杀球 但这球李生木也是经验非常老道 嗯 但这球呢 也是抢到了一个高点以后 戳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往前 迫使了对方 陈宏林 没能把球给挑过 对 你看这两队的差距啊 李生木 他们这边呢 有主动的时候 基本上 对方就很难再搬回来了 9比9平 嗯 又是一个 发球质量的问题 十比九 哇 对 强王 强得很凶啊 好的 补位 好的 这个球防得很漂亮 哎 好球 哎呀 还是没有给 任何的喘息的机会啊 其实陈宏林这个球 太漂亮了 再看一下背后 这是 没给背后那个慢镜 球性也是很熟啊 应该说陈宏林的手感不错 嗯 9比11 那么第二局呢 相对来说打得比较激烈一些 事实上 中华台北的这个男子的双打 一直包括他们的啊 这个 混双吧 呃 特别男双 一直保 一直保持在这个世界的 第二集团吧 以前我们讲啊 最大的那几队 那么他们基本上 就在那几队的 后面啊 这样的一个世界 从5到10的这样一个位置 看逐渐有点咬不住了 这个时候陈宏林和 吕嘉宾 还是要咬住 危险 危险 哎呦好 连续防啊 进攻 进攻 这球啊 这球是 李生木 蔡佳心 非常 经典的 防守反击 啊 这局是看出了 一些味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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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两分 我们嘉宾呢 也是 到第二局 比赛呢 才进入状态 嗯 讲得很快 陈宏林 你看这个第二局 这两个人啊 开始 开始动起来了 整个脚步一动啊 非常的快速灵活 位置转换 也 恰到好处 因为他们四位来讲呢 应该彼此 是非常的熟悉的 嗯 这是同一个队的 所以应该啊 达到决赛这个程度 没有那么大差距 防得非常好 在防 哎 还是有一点点的主动权 啊 李生木和蔡霞鑫 态势上还是主动 这有点像啊 蔡云 傅爱峰 和当时的这个 郑在城里 李龙大 哎 可惜了 在第二局比赛当中 蔡佳欣 失误还是比较多 嗯 对方防得一好啊 这边呢 就容易失误啊 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 那在对方逐渐的适应 你的进攻以后 怎么样 再采取一个进攻的 一种连贯和 变现 这也是要考虑的 嗯 又有了 确实啊 在进攻方面啊 呃 陈宏林和这个 李嘉宾这边呢 是 火力还是略微不足 推出了界外 没有一个 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嗯 那这个球呢 也是 想挑个后场 这个动作 没能做出去 对 18比14啊 开始有点 咬不住了 确实啊 始终的被动 还是 很难获得胜利 他这边有一个 蔡嘉欣的 进攻还是很凶的 对 很有很有威力 有点风云组合当中的 这个 傅海峰的意思 这个角色吧 但是呢 这边呢 就欠缺一些 哎呀 打了一个追身 对 这发球呢 被人抓了啊 对 想偷一把 嗯 身高比较高的李嘉宾 还想偷人一后场 结果被人给抓了 哎 好球 抓了一空档 哎呀 早第一局 这样打的话 就不好说了 可惜是第二局啊 还是有机会 落后两分 危险 关键分 这个球 推出了 推出了边线 来到了 这场比赛的 赛点 这边呢 防守也很稳健 啊 打不死 好球 好球 还能防 漂亮 哎呀 真漂亮 陈鸿林啊 这下很见功力啊 这下最后 掉的这下 恰到好处 对 眼镜侠 不会是眼镜侠 也问他 为什么不把这个 隐形眼镜 戴起来 他说 试过啊 但是始终戴不好 有了 这一块 嗯 21比18 这样的中华台北的 蔡佳新和李胜慕 就战胜了中华台北的 陈鸿林和吕嘉宾 拿到了本次端下运动会的 男子双打 这个项目的冠军 金牌 啊 今天晚间的第二项决赛 也结束了 我们也祝贺获得 冠亚军的中华台北的 两队选手 确实又打了一场 很精彩的比赛 特别第二局 那么观众朋友 我们也稍事休息 稍后呢 还将为您带来 最后一个羽毛球 项目的决赛 是女子双打的决赛 有中国选手 对日本选手